第1513集 一战定九重 风雨柔喜欢到心里去的凑上去 拍着手道 我说你生不出这么漂亮的孩子吗 宝宝 让阿姨抱抱好不好啊 超过一万多年的岁月没有孩子 风雨柔早就渴望得很了 此刻一见到如此可爱的小家伙 顿时积蓄了上万年的母性 全然被引爆 小家伙歪着头 黑悠悠的眼珠看了看风雨柔 心中盘算 这个阿姨真好看 虽然还不如我妈妈好看 不过嘛也算是大美人了 抱我呀抱我呀 你怎么还不抱我呀 让我赶紧离开那个老宁头 这老头身上臭臭的 于是很自然的伸手表示同意 风雨柔顿时就兴奋万分 小心翼翼的将某小孩抱过来 扁击一声 先在脸上亲了一口 顿时就感觉口感好极了 忍不住又亲两口 笑得合不拢嘴 小家伙 哎呀一声 伸手去脸上抹 抱怨道 我有洁癖的 风雨柔哪管他有没有什么洁癖啊 又亲几口抱着就不松手了 捏着小鼻子逗他玩 小家伙一脸无奈 这阿姨怎么回事啊 没见过可爱宝宝吗 这小家伙到底谁啊 不是你儿子 你总知道来历吧 月灵雪也想上去逗逗 但是强行忍住 哎 这小家伙 是楚阳的儿子 宁天牙一声长叹 他简直就是个小魔星啊 是我大哥的儿子 楚乐尔一双黑漆漆的大眼睛顿时就惊讶到凝固 不可置信地说道 我大哥居然已经有了儿子了 我的天哪 可是这怎么可能呢 不可能吧 他哪有时间生啊 宁天牙鄙视道 你小小年纪知道几个问题啊 你那个大哥风流得很啊 处处留情 有这么个儿子 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小家伙从风雨柔的怀中转过头来 气横横的威胁 老宁头 你敢骂我爹 宁天牙一脸菜色 当真就出了口 环顾当今之事 宁天牙最恐惧之人 不是法尊 也不是楚阳 而是这个貌似可爱的小宝宝 楚乐儿这会儿已经冲上来 笑得合不拢嘴 我说一见到就这么亲切呢 原来是我侄儿啊 小家伙快叫姑姑 我是你乐儿姑姑 小家伙眨着眼睛迟疑地问道 叫你姑姑 有啥好处给我呀 楚乐儿顿时就窘迫 要说楚乐儿的好东西绝对不少 但是适合这么大小孩的 貌似还真没有 不过心底却是一阵大爽 墨青五那小丫头居然还想要做我大嫂呢 现在好了 我大哥连儿子都有了 我看他这么做大嫂 只可惜不是子姐姐生的 子姐姐当老大 这小子的妈妈是老二 墨青五嘛 最多就是个小三 说不定还是小四呢 下面为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小家伙 众人议论纷纷 场面刹那间有些热烈 几乎把天上如火如荼的世纪之战 都给忽略了 只不过大伙貌似还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忽略了 在这样冲天雪兴起面前 这个只有两三岁的小家伙 如何能够忍受得下来呢 之前宁天牙可是背着小家伙 与平潇云大战来着 两个九品至尊强者所形成的高强度战斗氛围 貌似连寻常的八品至尊也不能介入吧 上面战斗已经渐渐的到了紧要关头 连番战斗之中 众人已经都受了伤 包括法尊在内 现在也已经是伤痕累累 这位往昔名动九重天的智者 在这一战之中 却根本没有运用任何心计 就是靠着本能反应对每个人的攻击 几乎都是硬碰硬的 甚至就与九节剑的正面冲突也不例外 这样的战斗方式乃是董吴商最擅长的 但法尊却是帝武惆怅曾经的九节智囊 使用这样置为野蛮的打法 本应该是他最不屑的做法 但是如今却实实在在的发生了 这个结果尾时让人无法理解 如此这般连续的打硬仗 所有人都消耗良多 一个半时辰的战斗下来 连墨清武都已经与法尊狠狠的拼了十几次 至于楚阳 顾独行 董吴商等人 已经与法尊不要命的拼了不知道多少次 尤其是楚阳 法尊似乎对他情有独钟 大部分的硬拼都是拼在了九节剑上 楚阳咬着牙一路苦苦支撑 只感觉到自己体内那些新增的修为 在迅速的与自己的身体完全融合 随即凝聚 每次跟楚阳硬拼之后 法尊的眼睛深处总会闪现出 一丝异常古怪的神色 每一次与九节剑接触 法尊的身上也总能够多上一点痕迹 虽然并没有多大伤害 但是那伤痕总是伤痕 然而他的眸子深处 仍旧是至为古怪复杂的神色 甚至他的心中也如滔天巨浪 汹涌波涛 无限的心酸回忆 无数的刻骨怀念 在这一刻纷纷地涌上心头 老大 我又一次与九节剑过招了 当初我们曾经多少次的切磋 当初的你 曾经认为我凡事都有脑袋 你认为暴力是必须的 我的手段 对敌人还是稍显软弱 所以你无数次的与我切磋 每次都逼着我硬碰硬 每次都是这样 如今 有当代九节剑主运使的九节剑 再次与我硬碰 你可知道 我多想你 多想兄弟们 如今 这九节剑在我面前 我能感觉到那熟悉的伤痛 伤痛得我好心酸 可谁又知道 听你所听 想你所想 畅想听吧 你的快乐私塾 CNW.CXP8.com 老大啊 真的好像又是你站在我面前了 法尊一直在笑 笑得风轻云淡 笑得从容潇洒 所有的心酸痛苦 所有的怀念牵挂 所有的深情厚意 都被他深深的压制着 都压制到了心底 但是这种压制 尤其是在这种熟悉的场景中 却是越压制 心中就越加酸涩奶奶 逐渐的积蓄到一种 不能再压抑的爆发时刻 再也压制不住了 法尊能感觉到 自己表面上营造的杀气 在剑刺消退 自己的鼻尖有些发酸 眼窝之中有些发色 老大 希望近日之后 兄弟们 恒久飞扬天阙 小弟 独自惆怅 第五 惆怅啊 我的名字取得真好 原来我这一生 终究还是免不了 惆怅满怀 惆怅一世 双方都已经快要接近强弩之末 不断受创的法尊 口中几乎全无间断地流出了黑色血液 却始终在哈哈大笑 突然间他凌空而起 四周的黑色雾气 猛然间嗖的一声 在瞬息之间 就全部收进了他的身体 楚阳 已敢久结众人 看来你们注定不是我对手 就让我送你们 以柄上路吧 法尊仰天立笑 尽力地将心中全部的抑郁 借助着一声长啸 完全发散 到时间了 今生已经足够 一时间 突如其来的风起云涌 法尊的最强威压 在这一瞬间 毫无保留地 极限释放出来 只压得身前的空间 也在剧烈地颤抖 甚至有些地方 已经在噼噼啪啪地 出现了空间裂缝 很显然 法尊已经不耐烦 与众人缠战下去 却是要一击定胜负 分生死了 楚阳深深地吸了口气 犀利到极点的目光 注视着法尊 我们兄弟 早就在等着这一刻 法尊 来吧 且看天意谁属 谁诚传说 古独行哈哈大笑 黑龙剑 吞的一声 飞上半空 定住 法尊在尽力地酝酿最后一击 但楚阳等人 又何尝不是如此 每个人都在留着自己 压箱底的最后手段 等待着最后的一击 法尊双手一扬 两只手臂同时挥散出了大量的食指武器 最终竟然凝聚成了两片硕大无棚的翅膀 在空中一扇一扇 那浓郁的杀鸡 几乎影响了天地间方圆万里的地界 这是志在必杀的一击 朝卫出 声势掀起 举世震撼 惊势骇俗 下一刻 法尊就如同一头九天大棚 带着垂天之翼 以携巨山超天海之势 更夹杂着无边的森寒 缓缓压下 每个人都能清晰地感觉到 法尊这必其功于一意的决死心态 十个人的阵型 竟在这一刻呼的一下被冲开 每个人都感觉到 法尊虽然是面对自己所有人 但其实真正的目标只有一个 楚阳 众人纷纷地拼命冲来 但是法尊身上不断地出现幻影 迎上众人 幻影一个个破碎 却是有更多的又产生 本体实力非但没有损耗 反而越来越狂暴 越来越强大 这种突如其来足以洞彻灵魂的杀机 让楚阳所有人 都是毛骨悚然 楚阳仰天长啸 九节剑顺势豪广大胜 这一刻楚阳运转起全部的九冲天神功 将丹田中所有的鸿蒙真丝一抽而空 疯狂地灌进九节剑中 在这一刻 九节剑才终于发出他完全的力量 这一刻 九节剑的光芒照遍环宇 完完全全压过了太阳 剑气纵横三万里 剑光直射十九周 这才是九节剑真正的终极形态 楚阳头发衣衫同时临风厚飘 手中犹如当空猎羊一般的九节剑 缓缓舞动 越来越快 一瞬间 剑气光芒竟然照射到天下山河 九节剑剑法 八节九节剑剑法 合共三十二招 加上楚阳自创的四招 在这一瞬间全部出拢 三十六招 共绝杀 面对法尊的权力拼命出击 也唯有九节剑才能一组其锋芒 其他的任何兵器都不行 而且楚阳仿佛能够感觉出来 法尊这一击 虽然好像是面向自己这边所有人而发 但是他真正的目标就只有一个 只有自己 顾独行等人被法尊阻止了出手 而楚阳自己也不允许兄弟们在这个时刻送死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九中天神功的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九节剑的 也不是每个人的丹天中都有鸿蒙真思 若是此战必死 那么让我先走 楚阳斗首之间 合共三十六招九节剑法 在此刻直接形成了席卷天地的风暴 九节剑法之真意 在这一瞬间极限引爆 彻彻底底的发挥出来 第1513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